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对于现在这个房市过热情况啊 不管是政府央行 还是这个房地产从业人员 心里应该都是有点怕疼的 那我就看到则新闻啊 是央行对于现在这个房市情况 他的想法 前面我们已经有聊过了嘛 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两步 但不确定到底是哪一步要执行 那我就看到则新闻 想说可以做一个延伸议题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央行提房市三景讯 市场预测再收警管制 房市过热如何能解 央行总裁杨金融在六号的时候 复立法院财委会报告与备询 提出当前房市有三大警讯 央行决定于下周 里监市会上进行讨论 专家预测最可能方式是再次收紧 信用管制 不过目前看来市场左手为 新清安 右手为信用管制 当中该如何避免政策效果的相互抵消 也是难题之一 根据资料显示 央行于13号将召开第二次 里监市会 而阳金融与会前表示 目前房市有三大警讯 一是房价仍然居高不下 二是银行法 72支二条的房贷加土建容 受信占比 三是不动产放款 占总体放款的比率 都仍然居高 这也使得外界关注央行 是否此次议会升息 以及第六波选择信用管制 措施是否在起 针对近年政府不断寄出房市调控手段 专家表示 现实上房市很热 如同天干雾灶般 随便一把火都能烧起来 房市几乎每天都有新题材 例如一传出挥达 AMD将设置研发中心 市场就开始春春欲动 对此专家说明 现阶段央行操作手段大概是升息 或是将选择信用管制措施再收紧 然而升息影响层面大 可能性相当小 预估可能是降低第二户以上的贷款陈述 专家则表示 央行不治下重手打房 最有可能是在管制措施上再收紧 例如针对扩大信用管制区 多户以上贷款陈述再降一程 或是豪宅认定 更严格等三方面来着手 短时间内央行也有新措施 两人也一致认为 全台房价飙涨 央行因也出乎意料 现金若下重手 可能伤及 手够足 但出手不重 房市也难以降温 专家补充 新清安是财政部所推出的优惠政策 刺激了房市买气越烧越旺 然而央行已寄出 五波管制措施 当中该如何避免政策相互影响 效果抵消 建议政府应跨部会进行协商 将房市调控在合理范围内 所以在新闻上面看起来 专家觉得升息的几率比较低 因为影响会比较大 他说可能会跟政策 有相互抵触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方面 他们觉得比较可能的是 进行信用管制的再次紧缩 针对一些特定的区域跟特定的购买的人口 比如说豪宅户 或者是特定区域的第二户 去限缩他的贷款陈述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 虽然说我自己也是不想升息 但是升息感觉比较有用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央行难为 假设如果说他动手下去很重 万一伤到的是这种真正的手购族 该怎么办 那我不知道可能我们的观众有些人 可能我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房子 可能他刚好完全没有房子 他觉得应该全部都要打 管你是手购或投资客 都打 全部打他 对 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政策 你说下手不够重 但下手很重 那你连一般的手购族都打到 这个是你想要的吗 是因为你觉得你现在还买不起房 所以只要能够买房的全打 还是应该是要针对 比如说你心中的投资客 因为有的人可能自产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有些人他就直接把这些 全部都归类为投资客了 这些人要打下去 先厘清这一个 对不对 但我觉得有些人会想说 管你的只要有房子 全部都打 大家全部都房价就跌 跌到我买得起 但这个是有点难的 那再来央行难做是 他要怎么样在这当中 他打下去以后 他不要打到这种 真正的这种手购族呢 有点难 因为不是每个手购族 全部都是买中古屋 他不代表全部都是 现在正在用新清安的人 他有可能买了预售屋 所以那你预售屋之后 到他交屋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会受到你 这个升息的影响 不知道 有可能 就看他交屋的时间 如果他交屋很后面 你又降息了 那刚好就是遇到了 爽到 对不对 他交屋的时间 如果是这两年 那刚好你升息的话 那是不是他就有点难过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 其实不是每个在使用 新清安的购物人 都真的是手购 是没错 对不对 所以那你这样升息下去以后 只要使用新清安的 就没事 那这些人没事 他真的全部都是 自助手购吗 还是说 父母用小孩子的这个人头 知道这个趋势是这样 赶快投资买一间呢 你现在就等于是 混在一起嘛 没错 难以分辨嘛 容易误伤 对那你限制第二户的 这个陈述 没有错 你都要买第二间了 对不对 我去限制你的陈述 但是假设他是换屋族呢 所以为什么讲说 他难做嘛 第一个他怎么分辨 就很难了 好第二个 那如果说 他下手的轻跟重 又有差了 如果他下手的很重 你也许得到一个结果是 好像会有影响 没错 但是问题是这个影响 如果说影响到的是 一般的手购自助 该怎么办 是不是下次选举 或者是说 会更觉得 这个居住正义 好像没那么正义 没有落实 没有真的感受到 对 因为你即使是下手很重了 你会发现 那些真的有的人 那个利息 他还是付得起 他可能觉得很痛 这个要多付钱 觉得很烦 对 但他是很痛很烦 不是啊 但问题是其他人是挂掉啊 对 对不对 然后本来想进来的 也不敢进 那等到最后的结果 还是持有房里面的 比较弱势的买单嘛 对不对 好像怎么样都会是 弱势买单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难过 对啊 这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现在实施的方式 就是这种方式 就绝对是弱势的买单嘛 就增加了更多 本来有房子 后来变成是买不下去的人 跑出来 那等于就代表 买不起房的人 又变多了 那这样的会是 他们想要的吗 可能也不会是 因为这个一定是 会被人民踏伐的 就是你增加这么多 再来就是 你增加这么多以后 那原本买不起房的人 买得起了吗 买不起啊 为什么 他原本买不起了 那你还加利息 那我怎么买得起 那原本买得起的 加了利息以后 他就吐出来了 那更何况 我原本买不起的 那请问我怎么买 那得到最后的结果是 好像是更多的人 买不起而已啊 所以如果他真的下手太重 会不会得到 不一定好的效果 那如果说 因为这个下手太重 又影响到了经济 如果说他不是 全面影响经济 他是影响中间 那比如说 一般的中产阶级的经济的话 那是不是就更头痛 就创造了更大的 富人更富 财富差距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好吗 就变成说 不怕你的重利息 或是说你的限制 第二户的贷款陈述 我还能买的人 我就已经是有钱的人了 那这些人如果掌握了 更多的这个住屋资源 这样好吗 那大家会讲说 那到时候 就克这些 所有这些有钱人 重税 那就换另外一件事情了 当政党要选举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 我们可以帮助政党多少 对不对 那那些有钱人 可以帮助政党多少 虽然说很不希望 是这样去想 但是你总是 还是会留个心眼说 那这样子到时候会怎么样 还是会怕 对我来讲最好的 当然是我手上持有一间 我觉得他可以赚钱的房子 或者是说 至少持有一间 我可以好好住的房子 对不对 让我生活没问题的房子 那房价不要太高 但这个后面 这个是有点难 所以我们现在录的时间 跟上片的时间 也不知道会差个几天 感觉会差蛮多天的 那这段时间 我们就持续去追踪 央行他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就是我觉得 也不要觉得说 他完全不会对市场有影响 因为最近的市场 的确是有蛮多 这种属于刚刚好 可以的人上车了 刚刚好 那刚刚好 如果你给他一个不刚好 那就难讲了 而且再来是 是不是他不一定会升息 或是他升的幅度不多 或者是他其实出乎 我们意料之外 他升息的挺多 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的 因为毕竟 其实台湾的通膨是蛮高的 只是说我们的油价 电价被政府压下来 那包含到现在 譬如说 这个挥达要来设厂 对不对 政府还保证说 电没有问题 那电到底要怎么样没问题 我们也心里面先留个问号 到底怎么样没有问题 但是是不是会因为这些东西 你的利息也都会有可能会调涨 我觉得后续持续我们要观察 因为还不确定央行现在该怎么做 或者说他怎么做比较好 他演绎出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也不清楚 但是他应该也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新闻里面应该有提到了 最近热成这样子 他知道心情安的问题占蛮大的 所以他才会讲说 左手胜利息 右手心情安 这样子的状况 对不对 那这个状况他该怎么解决 难道停掉心情安吗 停掉心情安 后面没有心情安 就觉得你的这个正义 怎么只有一段时间 后面我想买 买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挺伤脑筋的 但是上次有看到那个摔过头 过头先生 他有讲最好的方式就是 拼命不停盖 房子跟他一直盖下去 盖的越多 那你买 总是买到一个极限 大家都有时间给他买 这样的状况下 就是让他选一间的话 那可能方式就冷掉了 但也许是一个方式 但建商也不会这么傻 也不会傻傻的一直盖一直盖 他有可能会稍微控制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消息 我觉得我们要持续去追踪 看看后面影响的状况是什么 但对于可能 你本来就比较有的 或是你收入比较高的 应该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真的对这个自助手购 我觉得反而影响会蛮大的 或者是说你是体质不好 然后硬要投资多一间的 我觉得也是可能会有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集 拜